各位同學大家好 現在為大家介紹好本學習《六合健康概論》這門課 收課的方式及教學內容 我們常常要問自己 年紀小的孩子如果都不生病 生起來是件不錯的事情 但這真的好嗎 在醫生當中 總難免受到來自於自然界當中病毒和戲劇的攻擊 所以有一種比較正面的想法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從各個方面來協助小朋友 讓他生理好 不擔心疾病的攻擊 這也是一種應對的方式 對於現在的媽媽來說 常常會從媒體當面得到核續各樣症犯病的訊息 比方做大家很熟悉的流感腸病毒 甚至包含超級細菌 聽起來非常嚴格恐懼 更焦慮 但事實上台灣的父母親 養兒育女也並不容易 根據國內長登兒童醫院的統計 台灣六成一家的小朋友 一年大概要感冒十到十二次 美國大概是四到六次 所以這個比例其實相當懸殊 也就是說台灣的父母比較辛苦 不過呢 另外一群照顧孩子的人 就是幼教老師 以及扣醫服務人員 其實也不是很輕鬆 也一樣有相當的負擔 我們必須要集合到一件事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 可以一輩子不接觸到病菌 兒童時期也會因為免疫力的問題 常常會發生很多形式的肝癢 台灣的小朋友 看見統計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因為肝癢造成疾病的狀態 所以讓家長跟主要照顧者 約教老師等等 非常的恐慌 不過呢 事實使人自由 所以如果我們大家能夠 在課程當中 在人質安養殘培育的過程當中 能夠多多了解 這些傳染病感染症 你就可以比較不教育 並且能夠達成有效預防 協助治療的效果 本學習呢 是利用這本教科書 作者是黃松寧 書很新 今年六月份才剛出版 作者常出現在包裝雜誌 的專欄文章 幾天之節目當中 來負責解說 有關於小兒科 應該注意的事情 所以他過去一網 在媒體上面 風趣幽默的想法 也出現在這本書裡面 這本書 雖然是設定給一般社會大眾 特別是父母親來讀的書 但是其實對我們的課程也非常有幫助 這裡面呢 作者會頻繁地使用各式媒體報導裡面所帶來的訊息 不過呢 介紹的都是一些常見的感染性的疾病 希望能夠在這個議題的討論當中 能夠讓大家接觸到一點 醫學專業常識 專業名詞 藉助我們對這些專業名詞 專業概念的了解 能夠進一步的 對於我們所接觸到的媒體報導 能夠多一點的了解 才不至於會有那麼多的恐慌 而能做出適當的處置 這就是這本書的相關內容 總共有十章 我們在一個學期的十八週裡面 會陸續跟大家來討論 這些其實是非常常見的問題 從呼吸導傳染病 腸胃導傳染病 到免疫力的提升 疫苗的重要性等等 作者會用它輕鬆 簡潔的筆觸 來帶領大家 認識這些非常重要的 對於小朋友 非常重要的一些觀念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夠在這個課程當中 學習 未來能夠協助這個社會 特別是有孩子的家庭 的家長 能夠讓他孩子長得 快樂又健康 Happy and Healthy 底下是我的聯絡方式 在課語期間 歡迎大家跟我討論 謝謝